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卫摩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谈谈 现在尾巴冲突 而这些含淋的时候 其实另一块大陆上就是非洲大陆 原来来自欧洲的法军 亦正在静静地切军 亦是那句话 过去那几十年 西方对非洲 因为整块非洲大陆很多都是 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当然 它使得这些国家独立 但是依然在这些国家相当有实力 甚至对这些国家 是几十年的粗暴干涉 最后就是 换来这后果 没有 没有 向你刚出我心 来收 这就是温兽伦首歌 没有你之后 但换来什么后果呢 换来的后果 就是 你要走 还有 他们的反弹 是很大的 以后你很难再进入 因为 他这次 大力赶了你出来 你还打算可以进入 法国不是太天真 除非 当然法国只是欧盟的代理人 因为他看着 因为他看着很大块非洲的土地 所以逢得来人都很紧张 这是正常的 因为法国看着非洲大陆 其实 你说非洲大陆真的还有实力存在就是法国 就是法国 因为他法语讲的地方多 前英在非洲殖民地 英国在那些地方都是没什么力的 在那些地方比较无力的 法国就是很有力的 法国也是一个西方的代表 看着这块大陆 看的意思是 就是 维持他们西方在当地的影响力 但是现在西方就承受着过去几十年 对前 非洲殖民地实施 干预的后果 其实这种干预 的特征就是商业上 当然可以 继续在那里 可以做很多生意 而且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公平的存在 还有 非洲国家的利益 当然 是非洲付出代价 令到这些 前宗主角 谋求到他们的利益 就像法国总统马克龙 就想着改革那些可以改革的东西 就为了维持法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 你要记住他不单只是代表法国 是代表整个西方看着这块地方 但是 无济于是 马克龙的这些努力 就换来了现在的军队 他 不说了 都不知道他在切军队 这么静悄悄的 是不是因为没有面子 也是没有面子的 是 但是他还没有面子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太多人了 过万人在 在夏富汗 因为他一千八人而已 但是他慢慢切 他都说是年底才能切得完 这个法军 现在是无补于处 马克龙的这些努力 包括承认法国在非洲的黑暗历史 以及在 法国参与1994年 这个盧旺达事件 要求 可以被原谅 没有 对不起非洲人 没有原谅 没有原谅 你看到为什么 现在 非洲国家 对西方的怀疑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之前 受了这么多年气 是的 没错 就是知道 盧旺达 不是跟英国关系 其实盧旺达有三个官方语言 一个就是盧旺达 另一个就是法文和英文 其实盧旺达人都懂英文和法文 盧旺达 当时在1994年大事件 是有 接近80万人被达下 发觉 他承认 是参与其中的 非洲大陆 多个国家的政权 一直 都是想摆脱 前殖民地的影响力 甚至他们不介意依靠俄罗斯亚加纳集团 例如中非共和国 在五年前就引入了亚加纳集团 当然 他们说 我们是不是军事组织 我们是保安仔 你的儿子也挺搞笑的 保安仔 不是 保安应该是没有火箭 他们也有基本的火箭 是吧 保安有没有火箭 在大厦里有没有 当然没有 他们的情况 需要付火箭 所以是小型火箭 他的部队也保证国家的政权安稳 换取 从 国家的一些 抗 比如黄金抗 鑽石抗 你听到这些 还有是 木材 资金的一些利益 我们之前说过 管理非洲的 亚加纳集团的 哥哥 看上去好像是读L的 长长头发 很文正 你看不到 所以他之前 初初入亚加纳集团 都被人歧视 哥哥 你懂事吗 你懂事吗 这么恩寿 做我们的老头 但是他很厉害 他的外交能力很厉害 他读法文 他在法国留学 原来跟 官那么好关系 车牌不用挂 车在哪里银都可以 这些外交能力 说真的做过军佬 是不一定的 各取所需 同样当然在马里有 发生过 2020年的政变之后 立即有人 就说 亚加纳快点来 赶走欧洲的法军 然后就是布基纳法索 他们国家 去年 政变成功 也是 赶走法军 当然就到离日宜 这个国家一直 被视为杀客地区最安全 和最稳定的地方 政变策划人士成功 对这个国家实施了控制 并且将法军 赶出他们国家 现在法军 是逐步逐步撤 此时时刻都在撤 但现在因为尾巴冲突 掩盖了 没什么说到他的新闻 很明显 利日宜的新政权 的问题 是 在于法军 因为他们 没有要求 德军或者义军走 但他人数当然少很多 但是我相信 有一天都可能叫他们走 他也叫美国以为 你不要在这个基地 他怎样都给美国人 给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实力强 你去第二 但是美国人又很 顺滩地转移 但法国就不肯 不行 我们不会撤走大事 不会撤走法军 现在离日宜的政权 真真正正拥拥有的 就是民选政府 但是 真真正正的意思是吗 如果说真真正正就不是他 因为他 连自己家屋也走不出来 被远禁 我相信 最后最后 这个法兰西 他说年底就会走 年底就会走 大家有一个下台 不要动刀动枪 对 反正你留在那里 也没有什么作为 对 别人给大事食人说 他说我引述他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美国军队 在当时 发挥了平衡作用的 因为他们 并不认为新的 当局是政变当局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佬是聪明的 他不是找了 那位代理常务国务卿 和离日宜军头谈的 就令法国很生气 你真是落我面子 我说 不跟他谈的 说不承认 这个 非巴祖母的军政府 这是我地头 这个地方是讲法文的 怎样说法文代表你都恶了 原来 美国和离日宜的军事高层建立更加牢固关系 并且和他们谈判 其实美国佬都没有确定了很多 所以 台海 真的有战士 会不会出兵呢 我不相信 我觉得 好像乌克兰那样给你一些军 但是 给那些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你那些军就流一点 不过也是我猜的 因为很难说我 我觉得 你要他真的要出兵 当然最后他们 这个兵推 台湾经常说的兵推 就是 联合日本会惨性 但是丢失了世界头把交椅的位置 愿不愿意 这个 我回答不了 但是我相信正常人就觉得 你 没理由撑我撑到自己 没有了头把交椅 难道有种东西叫价值吗 这个代价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大了 而且你看看他在阿富汗当中 我相信他也能学习的 有些事情 不要插直 拜登说明的 就是美国直接军事干预的 这个时光已经是结束了 当然 这个法国 亦都是 想不到 法国 他们这一两天 都有 大事件 也不算大事件 也算事件的冲突 原来 是有两帮人有冲突 一个就是 亲以色列 一个是亲巴勒斯坦 这个不仅是法国 其实澳洲也是 大家有看新闻也知道 美国也有 美国也有 所以 你要看一件事 这个世界 两边 都有人 撑的 两边都有人撑的 当然你看看 应该撑以色列的人 看起来的数 因为西媒看到 撑以色列比较多 看起来的数 应该是多一些 看起来 是表面看上来 因为我们也看新闻 我们也去不到当地看 当然 在哈马斯的攻势之后 原来几千名人 在巴黎和法国各大城市集会 就是支持以色列 在首都巴黎 其实在相关的机构号召之下 就是他们当地的 相关人士号召之下 有几千名群众走上街头 包括年轻人和政治人物 当然 当然高夫是撑以色列 还有 是反这个极端 有 不过 远端处 又是撑巴勒斯坦 但你要记住 撑巴勒斯坦 不代表撑哈马斯 说过多次 其实是不代表的 那么 这两个地方是很困难的 你 同情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对家说 你看看之前他做的什么 然后你再向上推 他又说你之前做的什么 因为太长的 这个 日日圆圆 对 日日圆圆 太长 太长 很难搞 真的很难搞 当然也有人举着 招牌 就是声援以色列 也叫释放的人 因为很多人被人 套走 在队伍当中 很严肃 示威人士 面孔紧锁 参加的人 不是都是犹太人 有些不是犹太人 有些人说是为了人权 团结而出来 游行队伍当中 也有人激动地说 自己生活 在以色列的亲人 也是 向来示威的朋友和熟人打招呼 大家都讨论地缘政治 也有人唱以色列国歌 然后唱马赛曲 就是法国国歌 波尔多也有大批人士在那里集会 但是马赛很特殊 马赛就拥有法国 最大的犹太人社区 最大的穆斯林社区 智人 所以大家 冲突 没错 所以要小心 法国 也有14名法国公民 在以色列失联 我是悲观的 对不起 我是说我信的 我是悲观的 我是悲观的 我也有跟以色列住的蜂友 但是他们也很心同 因为这些事件 突然是普通人 只是普通人 这个外交部 法国外交部也发了声明 根据外交部掌握的讯息 这些人在以色列失联 其实有些人很可能已经被套走 令人担忧 之前法国也证实 有两名法国人 不幸离开人世 但是他们离开人世是因为 以色列的反击 这样的 法国外交部 我心表 同食 在特拉维夫的法国总领馆 原来大概有 六万二千名法国公民 在特拉维夫的法国总领馆登记 在法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登记 有二万五千人 另外外交部就说除此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临时住在以色列的法国人 还有很多人双重国籍 这个就是 因为 后来 以色列是给了那些人 国籍的 包括 埃巴默域士 被砌裁了的俄罗斯巨头 因为他 也是有家人 另外 当然 法国外交部也呼吁 目前在以色列的法国人 要遵守法国 铸特拉维夫 大使馆 和铸耶路撒冷总领事馆 以及 以色列当局发出的警告 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注意人身安全 至少有 几十名外国僑民被奔走 来自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 加拿大、 爱尔兰 尼泊尔和泰国 多 真的多 布林肯证实了 至少有 美国证实了 九名美国公民 在 哈曼斯动手事件当中 离世 其他人下落不明 应该都被奔走 而且我觉得 因为他们美国人的身份 对不起 我觉得也可能更加麻烦 我真的这样觉得 你知道 他们对于美国那种恨人 没错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西梅 有些东西都不报 好像CNN也没有说 巴勒斯坦平民的 一些惨犯 惨犯 嘩 只是说了以色列那边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你不是说事实出来 让大家判断 让大家判断 我都相信大众的智慧 另外泰国也挺惨的 泰国人 泰国这段时间 是否叫 赛塔 我们新的总理 其实这段时间 他处理的事情真的很多 现在又要处理12个 在以色列离世的泰国人 12个人离世 11个被人 脱走了 尼泊尔也有10个人 离世和伤 因为英国二十多岁青年 亦在加沙的边境 被人搞定了 另外德国外交部也说 有多名拥有双重国籍的 也有以色列和德国籍的 的僑民 亦被人狼狼了 之前那位更惨 之前那位更惨 我都不说那件事 真的太多人报了 在那部 车后 被人 都不说这件事 看得很心痛 看得很心痛 我觉得这件事 应该有时间了 亦看到现在这个世界 风云变色 就算在 欧洲的犹太人社区 也是相当紧张 因为他也担心 犹太人都会被 一些极端友系动手 也是 担心 现在 随着欧洲各地的 里印度人就是 显泽哈马斯 你就知道 他们说他已经 渗透到其他欧洲的社区 亦都担心 亦令人担心 另外 在法国 亦都是 刚才他们说有 撑以色列的示威 亦有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在法国 亦都是 这些 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都有 与警察发生 这个对峙 警察也有 持盾牌 去驱逐某些示威者 这个 就是现实 这个就是现实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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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